这是一群让无数人泪奔的雕像 稚嫩的面孔 坚挺的脊梁 他们牺牲的时候 年纪最小的只有九岁 他们还是孩子 却扛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想想都让人心疼 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英雄 娃娃兵 这里是云南松山战场的遗址 也是中国远征军跟这群孩子一起保家卫国战斗过的地方 1944年的松山战役中 7000多名娃娃兵上阵于日寇血战 他们让日军胆寒 更成了日军的终生噩梦 仅此一战就有一千多娃娃兵卫国军区 他们最大的不超过15岁 最小的才9岁 在这场卫国战争中 这些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上学玩闹的孩子们 却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 宁死也不投降 如今松山战役阵争将士公墓中 威然矗立着娃娃兵风阵 统一穿着宽松的远征军服 衣服下摆几乎垂到了他们的膝盖处 身上还背着水壶和行囊 脸上的神情更是不符合其年龄的肃穆朗静 他们的中魂默默守望着松山这片土地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向世人肇事着 犯我中华者岁月必诛 今天我不赞网红不赞星 就赞咱们人民子弟兵 恳请刷到的朋友点点红新加关注 向先辈英雄致敬